鄉親如果帶來 坐這個高鐵 坐火車 也都可以吃東西囉 說在車廂裡面 只要我們隔壁做的生客 它有掛嘴鵬 這樣我們就可以測試 把嘴鵬拿到來吃東西 這個遊覽車 公路客園 也都開放可以吃東西 今天開放的第一天 雖然說真的有吃東西 臉上病不多 但是理科認為 這樣可以洗更多 通勤的時間 這麼方便 這個代替也來推出到日本 社務集團 連名的韓洋辦的便當 這個禮拜要開始賣 車子入站 人家把東西穿得好 要買車 現在可以拿車子 因為從今天這支 代替到高鐵 都可以在車上吃東西 有時候如果可能比較趕時間的話 會比較方便 有時候不想早起 就可以在車上吃東西 離我比較遠的時候可以這樣 離我比較遠的時候可以這樣 離車子可以吃東西 對通勤的來說是一個好小心 不用再搖頭了 但也跟日本的飯店 推出含用的便當 不會買 最公開 要吃青菜的人也有 讓你吃得更健康 要有排骨便當分量十足 不用怕吃不飽 三款連名便當 拜時再去十點半開始賣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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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分 一人一款可以買一個 另外 客運油膽車 再來航班跟高通準 只要隔壁的人有掛嘴鵬 如果這樣就可以吃不飽 不用掛嘴鵬吃東西 現在疫情有稿 放的措施 慢慢會改進 大家離證上生活 也越來越近了